我請你,時薪五位數字 不追,大眾就追點了 只可以用身去撞 最後留下來我就看他 時薪五位數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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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要再拍Semi和華仔 我想大家都會覺得挺吃力 因為要玩一個大家喜歡的護士 是挺困難的事 華仔和Sami的愛情世界 大家都挺接受的 前面兩部電影都是一個愛情故事 華仔和Sami在一個愛情故事 用甚麼不同的形式出現 大家會多接受 我們覺得這個賊公賊婆 即是龍狂鬥的氣竅 對他們倆來說是比較新鮮 大ber 你 proceeds 好 榮豪兜這個故事 是我近年來覺得一個很創新 很大膽的上司 杜先生,這是酒王,多少錢 不知道,是偷的 先說我的角色背景 基本上她跟Sammy是一對夫婦 我是飾演賊婆婆,她是飾演賊公 是一對高級的騙子 說事實而已 你買的? 買的 不如吃我這些吧 偷 這個女人看見甚麼都沒甚麼反應 她除了看見漂亮的東西 看見貴的東西 因為她喜歡的東西 她真的會用盡她的辦法去做、去拿 聽話說,我愛我以前的老公多過你 因為她會給我最漂亮和最好的東西 你可以說她是神偷 你可以說她是甚麼 她不是以神偷的方法去偷東西 她是用騙子的方法去騙我 別玩了,頂上不是你偷的嗎 差不了 因為某些事情,她跟Sammy鬧了 好玩嗎?我一點也不覺得好玩 這對賊公、賊婆分開了離婚 好,我見你們了 我來離婚了 好玩 這對離婚的夫婦很大段氣 看到漂亮的東西、貴的東西 都一定忍不住,一定要先偷 在這個過程中,她們偷得多 所以要很多錢 去騰兩錢 就很容易令關係有所決裂 有所遺憾 如果你再是珠寶嫁人 我一定會再偷 最終這個賊公和賊婆 都能明白到 世界上甚麼是最重要的 在我的位置裡 我從來沒想過這件事 因為其實在這個戲裡 已經放棄了偷東西 我偷東西純粹是愛 我想的也不明白 你兩年前做甚麼 跟我離婚了 我真的愛過你這個男人嗎 《龍鳳鬥》其實也有一些鬥志 不過我和華仔一直都強調 愛這個課題 這個戲裡的愛是一種很傳統的愛 它是擔心的愛,它是付出的愛 你是不是真的有絕症 真的嗎? 為甚麼你有,我不能有 編得這麼巧 你是不是有絕症 當然是真的 那不是這麼巧嗎 我想當你真心真意 真的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或者對方是你生命裡的全部 對方一舉一動 他的眼淚和你自己 都很有牽連、很有關係 不要… 更甚的就是 當其中一方可能要離開人世 你想他才離開,又是你才離開? 當然 我自己就希望他才離開 因為如果我才離開 他就會很痛苦地留在這個世界上 會繼續受苦 這就是我所說的愛 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愛 雖然明知道你是冤枉的 但也挺激烈的 默契其實是兩個人了解的程度而產生 當你了解這個人 你就會很容易猜到他下一步去做甚麼 或者他說的話是真的或假的 其實是兩個人相處 如果這部電影是我們第一次合作的話 那我基本上是很難告訴你 我可以演出這種默契 同樣地在這個電影裡產生的 就是導演很清楚了我們兩個人的默契 清楚了我們兩個人 他才可能寫出一個這樣的劇本 否則是沒有可能寫出這個劇本 而這個劇本更加有一點就是 我暫時覺得在影壇裡 除了我們兩個人可以演 找不到別的 其實外契會稱我們為鐵三角 想想想也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你要完成一個穩固的切三角 其實有很多因素 經過很多次很多次的拍戲 有這樣的實力 以及源自一份信任 對,那個信任兩個字用得非常好 譬如杜琪峰 我們對他的信任 而導致我們可以很放心地 在他面前亂演 而亦是他對我們的信任 他可以任我們亂演 我記得我們在九場 他就說 我真的不懂得教你們怎麼演 你們在那裡都已經 一直在演著那種開心 那種兩個情人的相聚感 所以他一來就說 你們自己搞吧 自己搞吧 你搞我們 那就自己搞吧 但我又知道 如果我在這個鏡頭 我做了我應該做的事的時候 他一定會被掌握 這是我們信任 以後… 他會被掌握 他會被掌握 當三個人都能夠放鬆自己 把自己整個人交出去 大家都可以有互相倚靠作用的時候 很自然就可以成為 一個很有力的鐵三角 而其實在這個鐵三角裡 每次合作 其實這幾年大家都有成長 在裡面這個成長 不是僅僅年齡的成長 不是皺紋的成長 而是一個思想上的成長 懂得更加 如何包容對方 去了解對方 以及配合對方的需要 我一直都認為Sammy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這次我也隔了一年幾次再拍他 我會覺得他成熟了很多 細緻了很多 想法豐富了很多 我會覺得他一個進步的演員 他現在給我的感覺 他一直在開竅 演戲的方法越來越大 越闊大 最後一個問題 你頂年齡有沒有找到 會放棄 華仔是很擅長一些 很遷就人的角色 在這個戲裡面 他依然是這種 就算他做到一個古惑仔也好 做到一個有情有兒的人也好 做到一個喜劇演員也好 也很遷就對方 他依然是用這個做法 但我覺得 這個龍龍鬥裡面的劉德華 我自己會覺得他自然了很多 沒有那麼多劉德華 都是為那個角色而想 自己應該在做什麼 這也是華仔一直不斷中刀的 最大的可取之處 其實我都不可以說哪一場戲 有幾場戲都是很細緻的地方 我看電影比較小 我不會看一條招式 這條招式很不好 是導演和編劇的事 演得很不好是演員的事 有很多時候觀眾都搞錯了 就是一場戲很好看 如果很好看 導演和編劇厲害 就不是演員厲害 我去看編劇厲害的地方 他們滲得很厲害 我也不想說每一場戲是怎樣 然後說人的質素 說人對演出的那種尊重 和自己的創意是很重要的 在這部戲裡面 我看到的都是很細緻的地方 就算可能眼眨眨眨 或者看著人很久 或者走的時候 他表現的身體語言 那些地方他進步得很多 我不想說哪一場戲的原因就是 說哪一場戲都是導演 而且編劇厲害的 我覺得不是語言厲害的 我覺得演戲從來沒有特地控制甚麼 反而在我的角度應該讓他流露 你那一刻感覺到甚麼 你讓他流露吧 你要哭就哭吧 你哭不出便哭不出 你笑不出便笑不出 這樣也是從來 當你投入了一個角色時 我覺得不要儘量壓抑那個感覺 要儘量流露多少、遷就多少 對,其實有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扔過來 扔來扔去時 有些人會出力 出力是瞞著你 瞞著你,一瞞著就沒有了 避開了就沒有那種… 一直有幾顆原子粒在那裡 彈來彈去才會慢慢產生一種力量 怎樣?是否有規矩 你買中頭馬符,你問多少個問題 我都說很恐怖 我為甚麼會用長的去比軟 又沒有用長的去比軟 夠平的嗎 這是原因吧 夠平滑 不是… 我經過的… 我經過的,還可以的 可以嗎 對 為甚麼不會用長的去比軟 因為網球卡有加力 這種互動的方法其實是… 它沒有加力上去的 你會很舒服的一件事 就是你給多少它… 它給多少它… 它沒有多、沒有減 這樣令到這件事很自覺 它會越拡散,它就會越… 越闊、軟、軟、軟 那種節奏很好 其實在這部電影裡 愛的主題是更深入 我覺得是更深入的 以前那些可能比較看愛情 或者看愛情的東西 是比較年輕的角度去看 這次愛裡包含了有生命 其實探討愛這個課題 是更深入很多 而且很感動 對,每一天都會有人離開 其實應該是每一分鐘都要練習 少了一個人 自己怎樣生活下去 而且我覺得很好的訊息 這部電影給我的感覺就是 即使愛有一天表面所至圓結 但其實一個人心裡 如果那個愛永遠都會留在那裡 其實那個力量依然在那裡 可能人已經不在那裡 但精神力量足以支撐 想令我一個人繼續很勇敢地面對她的生活 我真的想像不到 我都理你一個人的生活 怎樣也好 就是在觀眾的角度去看一句話的時候 都會覺得有些東西是遺憾 大家會記得的 就是用這個題目給觀眾 作為一個電影給觀眾的一個懷免 或者是一個遺憾 值得她一直在想一部電影 或者在想身邊的人 你也是想給她希望老婆而已 不會介意真定的 在我這部電影裡 就是你不需要有壓力 你又不需要有甚麼 但是我很深信 我Semi、杜琪峰 在電影裡 如果你是放輕鬆的心情 進來感受我們這一份愛的話 我覺得它會令你開心 它會令你哭 更加會令你感動 而且永遠不能無懷的一部電影